哈喽 大家好 我是美意 我生活在泰国清迈 蛮多人问我为什么皮肤看上去这么好 其实哈 要小皮肤好 榴莲要吃饱 我们这个绝类植物园之前呢 是一个果园 以前这个果园呢 还种过榴莲呢 大概也要100年前了吧 泰国老爷爷跟我说 之前那位主人好像榴莲种的并不是很好 所以改种了其他的果树 但是我发现我们邻居家正好有一棵果树 我打算让泰国老爷爷带我去看看 然后送我那些 然后我送它 后来就死了 因为我公人的老爷爷在路上跟我们说 他之前还从最好的榴莲产区买了点榴莲种子 但是都种死了 因为工人没照顾好 怎么去隔壁邻居家呢 首先我们要穿过我们这个绝类植物园 那我们绝类植物园旁边呢 有一条小河 看一下 有条小河 然后呢 沿着这个小河走 我们就可以去隔壁邻居家了 就一直走 它这个地就紧贴着我们那个地 所以真的是超级的邻居 但是很显然 这个非常的红 它好像也不怎么打理的样子 看这个地超级大 之前应该是有几棵榴莲树的 但是现在呢 只剩一棵了 那棵超级大 这棵树就是邻居家的榴莲树了 因为发现它这个果子其实还挺大的呢 而且数量也很多 哎 长得还挺好看的 然后就得让老爷爷去问一下 这个榴莲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反正我看着 哎呀 也挺残的 我其实还是挺喜欢吃榴莲的 在所有的水果里面 我最喜欢吃的就是榴莲了吧 也不知道是因为贵还是什么原因 我就蛮喜欢吃的 而且我觉得榴莲还挺好吃的 我吃过泰国的榴莲 难道我去马来西亚 去新加坡的时候 也会去吃当地的榴莲 但我还没吃过越南的榴莲 听说越南的榴莲也挺好吃的 但不管 我觉得一定要实现榴莲自由 要先从种榴莲开始 反正我们园子这么大嘛 种一颗也挺好的 你看 隔壁邻居家都能种 我们肯定也能种 看我身后这个榴莲树 就是我们邻居的榴莲 对这个榴莲树非常的好奇 打算也在院子里面种几个 老爷爷和刚刚路过的泰国人聊了一下 哎 这个人拿钱正好是给这位邻居做工的 他说他们这棵榴莲树有30年了 哇塞 这个树有30年了 你看特别高吧 但是呢 主人其实年纪很大了 他的妻子已经去世了 所以呢 他现在没有住在这里 他是住在市里面的 之后这个房子应该是会转给他的孩子们 所以这个现在很慌 是因为没有人住了 你看泰国人这个地又大 随便想想吃个什么水果就种一个 哎呀 真的是好羡慕呀 你看这个榴莲 因为这个月是榴莲季嘛 这个泰国的路边上全都是榴莲 既然吃不到零居家的榴莲了 那就只能出来买一个榴莲了 这个榴莲撑一个呗 不过我对榴莲真的不是很擅长 毕竟老爷爷也只是对绝类植物比较了解 对我们园子里的果树比较了解 我们园子里面没有的果树 他其实是不懂的 所以我对榴莲也不是很懂也不懂得挑 哎呀 如果你知道我买的这个榴莲是什么榴莲的话呢 那是欢迎告诉我 因为毕竟我要拿这个种子明天开始播种了 真的 我真的要想要种一颗果树 大概榴莲的话五年可以结果吧 反正先种了再说 如果你对绝类植物啊 对园林设计有任何问题的话呢 都欢迎跟我联系 因为我很想把这一块做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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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